大家好,我是冷眼,很高兴大家能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只为关于比特币投资区块链数据都相关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要选择出第一级的韭菜,又定义的是为了莫非定律 你越好还不在的事情,又容易发生 欢迎我冷眼,压力不在 那么输出货币作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却不可报为一页报复的思想 或者就有望这种深渊 说话,真的,进入这个市场的话 一定要报为一颗净位之心 因为整个市场和股票不一样,输出货币领域 那么整个市场的话,它的波动起伏是非常大的 有可能会一天之内,瞬间跌到百万十多 或者是百万二三十的一个差价 也有可能一些山寨币的话,也可能一瞬间就可以归零这种状态 所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 这个行业只适合那些 就是寻求一些高回报啊,而且风险能扛加的一个市场 并不适合那些比较胆怯啊,胆小的一些 他们只适合在股市里面进行一个增加 那么数字货币发展到现在啊,那么也就发展了差不多十多年的一个时间 最开始是比特币出来的一个情况啊,208年10月份啊,对不对 一直衍生了很多的一个随着区块链的技术的一个发展 那么衍生出了很多的一个虚拟货币啊,虚拟货币 但是有很多都是抱着这个抱着一个区块链打着一个区块链的旗号进行一个宣传 以后啊,随便发一个币啊,就出来啊,开始圈钱这种情况 也时常发生的,说说大家进入市场一定要啊,明辨是非啊 观察好每一个啊,每一种超度的一个情况 每一个币种啊,该不该买啊,值不值得买,一定要啊,谨慎啊,谨慎 那么今天是一个2020年的一个10月26号啊,下午的一个6点22分 美国东部时间的一个,那么凌晨啊,凌晨凌晨三点钟左右的时间啊,三点钟左右的时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价格在一个13,076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升到这个位置的话啊,啊,昨天晚上我们也收到了比特币啊,那么延续昨天我们的话题 那么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它已经冲破了这样的啊,冲破到一个13,350美金啊,已经到达了一个啊,年内的一个高点 甚至达到了这个三年之间啊,两年之间的一个高位啊,高位啊 所以说啊,想要获得这一个啊,巨大的一个回报的话 那么我们也认为啊,它现在取一个瓶颈器啊,瓶颈器 虽然很多的机构在进行进场的一个时候啊,比如说啊,灰色信托啊,一直在增持这个比特币 但是它增持的数量好像是变小了啊,逐渐的进行一个减少的一个过程 没有以前增值的量那么大,可能是由于资金的问题或者是哪一方面出现问题 那么前段时间,它这个比特币上涨,从这个一万一千啊,从这个一万美金啊,上涨到一万三千美金之后啊 那么信托,它是啊,会是信托,它是增长了啊,差不多啊 30亿人民币的一个啊,价值,价值 所以说它这个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赚到了很多的钱,很多的钱 不排除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抛盘的一个情况 如果抛盘的话,对于整个市场也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的压力 那么,我们这里之前也说到了,对不对 那比特币从这个一万美金啊,从这个位置一几只,这几只长线的一个啊,在这个位置突破之后 又在这个位置又进行第二波的一个突破 那么现在它又回到了一个瓶颈期,看到没有 它可能会有在继续的联合这条啊,指示的线就是三日均线 你看,在这个位置,它可能会延续这个位置 继续的进行一个航盘啊,航盘 那么是否像这样的一继续的一个突破呢,像这样 又继续这样突破啊,突破呢 那么,狼眼看的话,这一波的话 那么它会像这样的突破啊,然后在这个位置 进行了一个掌理 然后它这个位置又继续进行一个掌理 那么它会继续向上嘛,那么就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个疑问 对不对,大家可能最喜欢啊,关注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看它是冲破了一个啊,年内的一个高点 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那么可能说是,与其说它被价格的推高 还不会说它是被整个市场的一个推动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段时间的一个利好,它是频繁的出现 所以说它推高了到一个啊 如果再上去的话,就很多人解套了,明白吗? 有些人是被套在了一个啊,18000美金的 其实这个位置已经有人被套了两年差不多啊 就是这位置对不对 如果这帮人解套的话 它会顺序的进行一个跑跑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它在这样继续上行的话啊 你看,它虽然冲破了一个年代的高点 年代的高点 但是它还有可能继续一个回调 第一波的一个整理啊 没有继续向上啊,第二波啊 进行了一个继续的继续向上的一个情况 但是目前的话,它还有出现一个啊 虽然它整个,从这个日线级别的一个趋势来看啊 它是很明显的一个上涨趋势的 从这个日线级别来看,你看 对不对 它其实是啊 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看分开了很多啊,很多 分开了很多,它就容易出现一个啊 你看这三条线呢 一旦分开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拉盘啊 拉盘,而且 力量还是挺大的一个 你看,之前也是很明显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很明显的一个拉盘的一个信号 从这9000美金的时候出现这一波的 那么前段时间我们是在这波 9000美金那一波我们是吃到了 但是这波的话 它是上涨啊 出乎我的意料啊 出乎我的意料 不在我们一个掌控的一个范围 掌控的一个范围 那么这波的一个上涨的话 它会到达哪个位置呢 昨天我也说到了 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进行一个盘整啊 进行一个 先进行一个抛盘的 那么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啊 比特币是在这个位置抛了啊 抛售了有这个5000美比特币 左右的一个水平 在这个位置 昨天那个从这个11300多美金啊 350 300多美金 跌到了一个2900多美金的位置 那么这波400美金的差价 其实是抛了差不多 涨涨要完啊 5000个比特币左右的一个水平 那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这波的一个啊 冲破这个12000美金之后 进行一步的微调的话 它是直接是砸到了2000美金的一个高度 如果在这个位置进行砸盘的话 它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看吧 它也能达到1000美金的一个效果 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 你可以看到到这段啊到这段的一个差价 大概是有18000美金的一个差价 如果在这个位置进行砸盘的话啊 你看它会到达一个11200美金 到达这个位置啊 对不对 你觉得有可能这样啊进行一波的一个操作吗 能也认为啊 这样的概率的话啊 进行大规模的一个假盘的话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回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呢 它回调啊 不要不会一下子回调明白吗 它是进行一个像这样的联合之后啊 像这样的像 它现在进行的一个 比如说它先走到一个 走到一个位置啊 慢慢在这个进行一个行盘啊 比如说它这个17000美金啊 进行一个航盘 对不对 航盘之后 它逐渐的和这个 像这样一样啊 看到没有 看和这个实际均线 进行一个粘合一种状态 粘合一种状态之后啊 航盘一段时间之后啊 在这个位置 忽然有一天啊 一个啊 一个利空啊 瞬间就夹下来 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你不可否认的话 所有的拉高都是为了出货 所有的拉高都为了出货 所有的拉高都为了出货 你不能排除一切的一个困惑的话 因为你现在在这个位置进场的话 实在是很高很高啊 这个位置 如果你被套到的话 你最少要套半年啊 你这种情况就是很亏损的状态 当然如果你有资金的话 你可以选择被套啊 也没有什么事情 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 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 如果被套的话 那一个半年就解套不了 所以说风险还是有的 风险还是有 所以说大家看你怎么进行一个操作吧 反正被套也是能解套的 就是需要时间而已嘛 对不对 时间复利也很过长 我觉得时间复利也是很扯大的 我身边有个朋友啊 他就做这个东西 他四个月啊 他从一个亿能做到四个亿啊 他就顺着那个趋势来去做啊 就做这个比特币 对不对 他这个人我觉得 他是非常有牛逼的之处 就是怎么做呢 他就是有一种 不服输的精神的明白吗 他之前是输了很多钱的 最后啊 他也是拿了这个钱 拿了一个亿出来啊 从这个 从这一波的一个趋势当中 他做到了四个亿啊 四个亿 所以说这样的人 我非常轻配啊 轻配了这样的大肆啊 破例啊 破例 他这个人就是 怎么说呢 他就啪啪啪的一张 几张就把他干下来了 他很懂这个人性明白吗 比如说他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继续上涨继续上涨 他就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个 恐惧啊 他继续的进行一个加仓啊 比如上涨的东西 他进行一个加仓啊 进行一个杠杠的一个 一百倍进行加仓的一种情况 你说长年他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他根本承受不住啊 在波动的时候 他就会进行一个抛牌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他现在也进行一个指引 那么从一个亿 到四个亿的过程啊 整整用时的 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了 你说牛逼吗 这样的人 说实话在这个市场上面 这样的人并不多啊 并不多 但是人性贪婪啊 最后还是会亏损 亏损 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样做的话 赚了钱就收手 收手 四个亿啊 也够他这辈子不吃喝 拉一下啊 对不对 但是人生啊 是有很多追求 比如说他 赚了一个 他买了英老师来自 他还想买一个游艇 对不对 有了买了游艇 他还想买飞机 就那么种情况啊 说说你们在这个阶级上面 你们感受到这种氛围的话 那应该很容易感受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看他怎么选择啊 这一波的话还是 一个看空啊 看空 进行一个盘整嘛 盘整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13000美金 盘整个三四天 或者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水平 然后出现一个利空啊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